用清洁剂将车门清洁干净 接着把车内这些线束重新安装一遍 给这方向盘拆卸出来 清理过程将原车损坏的喇叭更换掉 之前检查底盘的时候 卢卡发现这车子存在漏油的情况 所以接下来他准备拆解油箱 然后对其进行检查 看看油箱是否存在损坏的现象 利用千斤顶将副驾尾轮这侧举起 随后拆卸掉车轮 把里面的油箱鼓刀出来 难怪车子运行过程底盘一直漏油 他这油箱不知道被人用什么东西修补过 感觉不像是固定胶 这么一大块 手轻轻一扒拉就能给它整下来 咱们可以看到这块区域有许多补丁 这边还有一个侧油箱也给它拆出来 油箱卢卡从朋友那边找了两个二手的 品项可能差了点 但是质量没啥问题 安装的过程 卢卡还将一些老化的软管也更换掉了 启动车子试试看更换油箱后 发动机能否正常运行 以及漏油现象是否还存在 确认没问题 再接着下面的工作 排放掉原车机油 把这个机油滤清器清理一遍 然后再装回去 滤清器卢卡竟然都不舍得换一个 往发动机倒入新的机油 将新的保险杠跟一些装饰件安装上去 地下这套排气管还是原车的 只不过卢卡对其做了一下简单的翻新 把这个进气气管先给它装上去 接着就是排气管 安装销声器的过程 卢卡将后保险杠也装回去了 总感觉这车尾怪怪的 车头倒是挺好看 因为它这前格杉是后续加装的 保险杠没有固定的点 所以需要直接对其进行焊接固定 前格杉焊接完事 这辆法拉利308GTS翻新到这里 也就完工了 估计是预算的问题 卢卡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就对排气进行了一个翻新 换了两个保险杠跟油箱 而且换的这两个保险杠 感觉不如原车的 整成红色的多好呀 看着带劲 当然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的品味都不一样 下面咱们开着它出去跑一圈试试 1983年的车子 车临39年 也不知道发动机还能撑多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